你去想一個畫面 謝國良拿200給柯文哲本人 這不可能嘛 一定是中間有透過人 所以如果邱佩玲 他假設是中間透過了這個人 那麼就可以再進一步的鞏固說 柯文哲確實有這種習慣性的操作 中間透過人拿 因為這個案子還是回歸到 檢調現在處理的精華層的時候 他要去講說 你們被告講的這些斷點 其實通通都被我連起來 他要去連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去看包括了這些 被約談的社會賢達 還有中間負責給錢的人 對他們來說 最多最多違反政治獻金法 是罰還的部分 最多是這樣 所以他們不會願意為了柯文哲 去背未證罪的刑責 邱佩玲如果是擔任這個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很重要 而且柯文哲當天 其實講話非常的囂張 他說我就是要指派黃國昌 當法務部長 也是同一天說的 一方面去跟這個王立寧見面 然後一方面邱佩玲在旁邊 然後記者賭麥的時候就說 我要讓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然後內閣人選我都已經找好了 晚上就去找這個張靖遠討論 是不是要藍白河 我副總統我當定了 然後法務部長財政部長 然後經管會主委NCC我都要拿了 到底柯文哲會不會炎壓我們剛剛談到 是不是有關鍵重要證人還沒有掌握 這個理由會是炎壓的好理由 那關鍵重要證人這一頭 包括張紀元嗎 包括橘子嗎 包括邱佩玲嗎 因為邱佩玲人脈廣 外傳很多政商大亨的捐款都是透過他 他會是大亨的白手套嗎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揭秘的USB裡頭 就所謂的兩百謝國良 而這個兩百謝國良 據說這兩百萬是謝國良家族給的 那家族怎麼給錢呢 就透過邱佩玲給柯文哲的 其實這個家族給錢這件事情 我覺得謝國良還蠻老實的 你不覺得嗎 他就直接在鏡頭前面講 因為說實在跟他也沒關係 只是用他的名字來記帳而已 因為這些錢不是他給的嘛 從謝國良的態度 你可以去推敲其他證人的態度 你知道其他證人身分去作證的時候 如果作偽證 最高七年有期徒刑 很嚴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去想這些證人被傳喚的時候 他們會願意為了柯文哲說謊嗎 不太可能 所以據說大部分的大亨 都承認他們給了錢了 對 因為 那先問你試試透過誰 比如說二零二十一月一號 小省一五零人審清金 現在已經被解密了 這中間的B可能就是金手人 所以很有可能這一五零零 如果是一千五百萬 是小省直接給坑文哲的 但是其他人 也許這中間會有白手套 會有金手人 而在謝國良這一欄 現在似乎已經曝光了 就是邱佩玲 那麼王麗玲這一欄 也有可能是邱佩玲 所以邱佩玲的角色也非常關鍵 當然因為他是一個政商關係 非常好的一位人物 可以這樣子講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其實檢調問這些周邊的證據 問那麼多 他要證明的是什麼 他只是最重要的重點是 他要證明1500是錢不是時間 因為現在柯文哲方的辨詞 就說那是時間 那是很早很早辨詞 現在點點不夠 現在已經不夠了 因為不然謝國良難到凌晨2點 那不可能 賴香凌凌晨1點10分 那謝國良已經承認這個是錢了 所以這很重要就是說 不可能其他的名字旁邊都是錢 包括曾經就說承認這是給錢 對 所以他鞏固了這些之後 第二件事情就是 檢聯他現在要摸清楚手法 就是說這個給錢的手法 怎麼給 也許是在不同人給錢的時候 都用同一套手法 比如說你這個某一位 如果說你給錢的時候 不是直接給柯文哲 是誰來收 那檢調就會去問說 你有沒有去幫他收 所以為什麼舉止會被講出來 這也許是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給錢的時候透過誰來給 這就是為什麼邱佩玲會被點名 因為有人會問你去想一個畫面 謝國良拿200給柯文哲本人 這不可能嘛 一定是中間有透過人 所以如果邱佩玲 他假設是中間透過了這個人 那麼就可以再進一步的鞏固說 柯文哲確實有這種習慣性的操作 中間透過人拿 因為這個案子還是回歸到 檢調現在處理的精華層的時候 他要去講說 你們被告講的這些斷點 其實通通都被我連起來 他要去連的是這一個 所以你去看 包括了這些被約談的社會賢達 還有中間負責給錢的人 對他們來說 最多最多違反政治獻金法 是罰還的部分 最多是這樣 所以他們不會願意為了柯文哲 去背未證罪的刑責 好 那我們就回來講 那麼如果邱佩玲是關鍵角色 他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精手人 好 另外當然會問 為什麼給錢嘛 對價關係是什麼嘛 還有錢搬到哪裡去 這是兩個關鍵啊 今天邱佩玲金手的錢 當初為什麼金手這筆錢 他的對價關係是什麼 給錢的人有沒有說 感謝 柯文哲有給我答應 沒有 人家說 200萬交一個朋友 只交朋友而已嗎 或是為了什麼事 因為創黨需要資金我來幫忙 還是因為是不是拜託了呢 選舉的事 柯文哲我答應會幫忙 所以對價關係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錢搬到哪裡去嘛 邱佩玲拿了錢之後 交給誰把錢搬到哪裡去 這筆錢 據說這些錢都沒有開單嘛 都沒有用正常的 正確現金的方式申報嘛 在柯文哲的USB裡頭的這些錢 那這些錢跑去哪裡呢 集照給哪裡也是一個關鍵 搬到哪裡去啊 來 東浩 錢通常如果是現金那麼多的話 這加一加已經不少了 就沒辦法放銀行 就放床底下 如果只有這些的話 就跟你講放床底下 不是 搬到哪裡去嘛 錢到哪裡去 這樣子的錢是可以放床底下的 好 但是賴香檸高鴻安 那個是支出 好 這個已經知道流向了 對不對 這個比較清楚 可是這些大咖 這些大亨級的人物的錢 今天要派一下謝國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 請節目單位把它解錄出來的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這邊下面那個小字 7月16 7月16 7月16是2022年的7月16 200萬交朋友是什麼時候捐的 如果落在8月 不是 照謝火良的說法是因為 聽到這場演講以後 深受感動決定捐錢 你知道 柯文哲決定基隆市市長不提名 然後邱承遠宣布退選是幾號 8月31 8月31 現在是看檢察官有沒有想法比較多 有沒有利息 也就是說7月16號聽完演講之後捐錢 8月31號邱承遠就退了 就花200萬交朋友 所以邱承遠只200萬了 對了 200萬就把邱承遠給賣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懶善夫 我哪在意 不是邱承遠這麼貴喔 我想不是邱承遠這樣貴 我還想說邱承遠這麼便宜喔 是台灣民眾黨的提名權才值200萬 他決定不提名 決定不提名 退出新竹基隆市市長 這個代表人 代表權 這個提名權他才值200萬 我們可能也想比較多了 所以柯文哲就還了邱承遠一個代理市長的位置了 對不對 這邊讓你不要選那邊海捷的給你 是不是這樣有這個可能嗎 有可能 那這個是高宏安 聽了高宏安的演講確實非常感動 所以謝國良指派邱佩玲去捐了200萬 那時間回到2023點就是柯文哲在張俊元樓下 黑女樓下被拍到 當天做了什麼事勒 又回到A女他們家啦 對對對 當天 當天柯文哲早上去做什麼事勒 就是跟王麗玲 邱佩玲在一起 因為頭桃暴凌嘛 所以邱承遠不選 那邱佩玲等於說達成任務了 也要去募款 所以6月29那天早上 就是邱佩玲 王麗玲 然後柯文哲好像去他們的寵物店 然後去幫狗狗貓貓洗澡 然後展現一下暖男的氣氛 結果晚上就去被週刊拍照 就跟張俊元見面 而且柯文哲那時候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那段時間是馬不停蹄在募款 對馬不停蹄 在找錢 他那個氣勢非常好 因為其實 那張俊元跟金流有關就非常有可能啦 非常有可能 而且他是資產配置的高手 那在海外資產 對他來說是透手可得 然後非常非常輕鬆 所以邱佩玲這個關鍵的角色 我認為是跟議員講的一樣 是對照組 如果邱佩玲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用隱匿的政治獻金 那1500是不是政治獻金 中間的關鍵人是誰 那就可以把這些被告現在不說的 或是相關證人說的事情 變成一個圖像 所以這個對照組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剛剛講到 就是邱佩玲如果是擔任這個角色 那我覺得這個角色很重要 而且柯文哲當天其實 講話非常的囂張 他說我就是要指派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也是同一天說的 一方面去跟這個王令玲見面 然後一方面邱佩玲在旁邊 然後記者賭麥的時候 就說我要讓黃國昌當法務部長 然後內閣人選我都已經找好了 晚上就去找這個張靖元討論 是不是要藍白河 我副總統我當定了 然後法務部長財政部長 然後經管會主委NCC 我都要拿了 柯文哲那時候就是 所以兩種可能找張靖元談藍白河 或者找張靖元去找錢 對 都有可能 邱佩玲是一個白手套的角色 看起來是中間人 也有可能變成白手套的角色